大家好我是阿琪 我是七怒AK上街人 我們今天來聊聊 上了小孩之後 是不是就不應該搭飛機呢? 啊~~焦慮無限 會想要聊這個呢 是因為前陣子我們在Straight上 看到吵得非常兇啊 就是有一個人呢 他在飛機上覺得隔壁的小孩非常吵 小孩不斷的哭鬧 所以他就把小孩的影像錄下來 錄影上網公審 那後來小孩子的媽媽也出來現身說法 結果就變成兩派人馬吵成一團 就有些人覺得 帶小孩搭飛機本來就是父母的權利 那小孩子沒有辦法控制自己 會吵鬧也是沒辦法 但有另外一派人就覺得 生了小孩還出來搭飛機 很沒有公德性 在小孩滿三歲之前 最好都不要出門 那因為我們自己也快要當父母了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聊一下這個話題 順帶一提呢 大家看到這個影片的時候 我本人可能已經在醫院生產了 預計上片的時間 差不多就是我在生小孩的時候 but we will see 畢竟什麼時候去生 也不是我決定的 在美國這邊 大家的想法是什麼 我覺得也是一樣 吵成一團 其實英文的世界也是很多人覺得 帶小孩搭飛機很沒有品嗎 真的超級多 就是你在thread上面 其實你如果去搜尋 就是 kids airplane 其實就是一模一樣的討論 但是就是大家也要吵鬧說 I think children should be never allowed on airplane 我覺得很多人可能會覺得 我是因為要快要當父母來講這些話 但我必須要說呢 在我還完全沒有小孩的時候 我就完全不覺得小孩不能搭飛機 這是人類的遷徙自由 今天航空公司沒有禁止小孩搭飛機 他上飛機就是合法的 我沒有資格阻止他 我覺得他是一個就是太接近於 所謂的包容 inclusive的這個議題的邊緣 你如果就算真的 譬如說記者拿著一個麥克風去問說CEO 請問你們願不願意就是 提供一個就是成人only的搬機 看起來這個好像有他的市場耶 我覺得他們沒有人該回答yes 你覺得他回答no的原因是因為 business model不work 也就是說如果你今天不讓家庭搭飛機的話 可能他根本就沒有足夠的乘客運行一般飛機 還是因為如果他說我也覺得有大人only的飛機不錯 這樣會激怒有小孩的父母 我自己覺得後者可能多一點 因為他們可能沒有想要嘗試去explore這個business model 會變得很政治不正確的感覺 我完全沒有小孩 完全沒有懷孕 覺得我這輩子搞不好 根本不會有小孩的時候 我從來沒有怪過帶小孩上飛機的父母 的確我會很無奈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那時候要飛來工作面試的時候 有一個小孩他真的是沿路一直哭一直哭 哭了四五個小時 弄得我也很想哭 可是我覺得我那個心情就比較偏向說 我今天出門的時候遇到了一個roll construction 不太順 就是我感受到難過的是我個人的經驗 我完全不會想要去責怪小孩的父母 因為這是他們的遷徙自由 而且往往小孩爸媽自己本身是最不願意的人 小孩爸媽本身通常也都蠻崩潰的吧 所以我完全不能夠明白為什麼有人會覺得生了小孩就不能上飛機 其實我一直都覺得這件事很妙 就是我們現在在網路上可以看到很多所謂的 厭孩言論 那這些厭孩言論的人 往往都是完全沒有生過小孩的年輕人 可是我一直都覺得這件事情本身非常的奇怪 就像你剛剛講的他其實有一定程度的社會不公益性 就是你講這些歧視小孩的言論 其實是很有可能激怒有小孩的父母 因為年紀很輕的小孩真的是沒有辦法控制自己 打一個比喻 很多身心有特殊需求的人 他就是需要我們多一點耐心多一點特殊的對待 那你會覺得批評一個生臟人士需要特殊的待遇 非常的沒有道德吧 可是大家卻不會覺得批評一個小孩很沒有道德 我覺得這件事情本身非常奇怪 因為大家其實都認同 小孩 maybe 3 歲 2 歲 他沒有控制自己的能力 所以他就是一個有特殊需求的人 可是你會覺得批評一個特殊需求的生臟人士 很沒有品性 可是你卻不會覺得你批評一個小孩很沒有良心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為什麼很多航空公司 不願意正面回答這個問題 因為他們會覺得如果我去批評帶小孩的父母 其實是一件很沒有道德的事情 而且說實在 會造成別人困擾的也不只小孩 比方說本身有糊臭的 是不是旁邊的乘客通常會有點困擾 或者是像美國你很常看到那種特別胖的人 他坐在那個飛機的座位上 他就溢到兩邊 擠壓到旁邊乘客的空間 那是不是也會讓人覺得很困擾 真的 而且這種事連閉都沒辦法閉的 你是不是小孩的吵鬧聲 還可以用Noise Cancelling Earphone蓋掉 對啊 但是像剛剛那種就是糊臭 你不可能不呼吸吧 對啊 然後你也會覺得說你去講這些話很沒有禮貌 因為你其實心裡也知道說他也不願意有糊臭啊 他也不願意位置這麼小啊 你會覺得說你去批評這種事情 也顯得很不妥 我現在在腦中想像 如果有一個人因為糊臭 然後被拍照攻審 好像真的會有一點窘 就算你本身沒有小孩 比方說你姐姐常要帶小孩出門 你看到你姐帶小孩出門這麼的辛苦 你就會知道說這真的是一件很難控制的事情 所以就算你自己沒有小孩 你也不會苛求有小孩的人太多 可是當你很年輕 十幾二十歲的時候 你可能根本沒有看過 帶小孩是一個多麼辛苦的狀況 你就很難升起同理心 還有另外一個族群就是老人 年紀大了之後我們行動會比較慢 所以你可能走在路上的時候 就需要人幫你禮讓 我們會覺得去禮讓老人 是一個很有品性的行為 然後覺得你去欺負一個老人家 非常的美品 那為什麼不會覺得 你去苛求一個小孩很美品 我覺得其實很不能夠理解 不是每個人都有帶小孩的經驗 可是大家家裡面可能都有長輩 而且我們每個人都知道自己有一天會老 所以你會對於你有過經驗的事情 或是說你有一天可能也會變成的狀況 你會比較有同理心 所以你會覺得禮讓老人家 可能比較合理 我覺得夢有寵物上是這樣 前陣子有一個航空公司 他們推出了寵物和善的班機 它是一個小飛機 可是它可以飛美國東岸到西岸 也可以從美國東岸飛到歐洲 飛上去的時候 原來上一台飛機只會有十個客人 十隻狗之類的 但是你的狗狗呢就會得到很多樹毛啊 belly rub啊 然後特殊的食物啊 反正你的狗會過得很爽 一張機票六千到八千美元 我真的覺得 但根據航空公司CEO的說法 他們這樣機票賣得非常好 很快就有人訂 我覺得簡單說就是這個世界上 永遠不缺有錢人 你看它的一般飛機才十個人 就是一個比較合理的target 你付得起的人不多 可是足夠包一個班機 所以我覺得今天航空公司 應該要推出的 某種程度上就是這種 超級安靜的豪華班機 那這些你真的 需要很安靜環境的人 你就花錢去買這個飛機就好 我知道一定會有人說 為什麼今天不是有小孩的人去買 因為小孩是一個特殊族群 所以某種程度上 禮讓小孩是一件合理的事情 如果是你真的沒有辦法忍受太吵鬧的環境 你加價買一個安靜的車廂 本身就不奇怪啊 這個社會上有很多這樣的Bizmodel 你是像高鐵的那個商務艙這樣 對對對 就是你有一個比較私密的 比較高級的空間 但當然呢 商務艙有一個無奈的點 就是你沒有辦法避免有小孩的人買商務艙 所以即使你已經加價買了一個理論上比較舒服的環境 你沒有辦法避免其他乘客來跟你共享這個環境 除非航空公司今天願意出一些policy adol only的business class 但我覺得這個Bizmodel也算是有人在做啦 比方說你知道現在台鐵就有推出小孩適合的車廂嗎 小孩適合 所以是小孩一定要去那嗎 不是 是如果你爸媽去搭那個車廂你會比較爽 就是他那個車廂裡面有很寬闊的空間 讓小孩子可以稍微吵鬧 然後椅子也比較大 然後會有一個很大的桌子 讓小孩可以玩玩具什麼的 讓他們願意乖乖的坐 可是就出現了一些單身人士 會跑去小孩專用車廂 會變比較爽 理論上也會比較吵 所以就是如果不怕吵的人就可以去 我個人的感覺比較類似於博愛座 我們設立這樣車廂的原因 是因為覺得小孩有特殊的需求 所以我們提供這樣的環境 讓爸媽育兒比較輕鬆 小孩可以過得比較快樂 但是如果今天沒有那麼多小孩需要 然後你作為一個大人 覺得這樣的車廂你坐起來比較開心 那我覺得也很合理啊 你有沒有愛到誰 可是如果今天小孩子非常多 大家都在等那個位子 你沒有小孩還去用 就顯得站著毛坑嘛 對不對 我覺得某種程度上只是希望大家都可以互相體諒 其實我聽過蠻多人說 他們並不是反對小孩上飛機 他們知道小孩上飛機是一個必要的事情 因為有時候父母就是得帶小孩出門嘛 比方說你要回台灣 或是父母自己想要出去玩 大家也不想要那麼苛求父母 可是如果你看到父母都不管小孩 然後小孩在那邊哭鬧的時候 你就會某種程度有點生氣 因為如果今天是父母很努力的安慰小孩 但是小孩就是不受控 我覺得我就會覺得父母好可憐 但是如果今天父母是在那邊低頭滑手機 然後放著小孩滿餐廳滿飛機亂跑 他也不去管 我覺得我就有點不太高興 而且我真的看過這種人 我自己親戚就有這樣的人 所以你覺得就是家長到底應該要做到什麼程度 才不會被罵 這才算是夠了 讓你覺得心滿意足 就是不會就是拍照公神 我覺得只要他會稍微嘗試教育小孩 我就可以 因為有一些小孩是 你再怎麼管可能也沒有用的 不過我覺得很多人他其實在這個社會上 講究是一個互相互相 我們今天講小孩能不能夠上飛機 這件事情是完全合法的嘛 所以他最後就進入到一個什麼 公德心跟互相體諒的環境 比方說像我們剛剛講 你可以體會狐臭的人他本身也不願意 所以你就可能不會說什麼 可是如果今天這個狐臭的人 是刻意把手臂抬起來說 嘿你聞聞看喔 你會不會生氣 荒謬 但可能就有這樣的人嘛 他對於他自己的體味 覺得很想要與人分享 什麼鬼啊 他根本就很自豪啊 我的天啊 對吧 所以這個時候你的態度就會不太一樣 比方像我之前就有朋友分享說 他去電影院看電影 結果有人帶小孩 去看復仇者聯盟 然後只要那個Stenos一出現 小孩就雞爆哭 然後所有的人都覺得 The hell 沒有辦法看這個電影 這樣子 因為電影院大家可能更約定俗成的是一個 必須要安靜一點的空間 我覺得這個對我來講 就進入了gray area 我覺得我不是那種覺得 父母一定不能來看電影的人 因為一樣電影院沒有規定不行 不過的確這對父母後來就被電影院請出去 因為干擾到別的客人 如果你有家人親戚朋友生了小孩 你原本上也會希望他過得幸福快樂 你不會覺得 你生了小孩 Sucks to be you 接下來五年你就不要出門讓我看到 你應該不會對你的親友講這種話吧 如果會的話 You are a terrible person man 但我的確就有朋友會跟我講說 哎呀小孩子那麼小 他出門他也不會記住啊 那這樣你為什麼帶小孩出門很浪費錢 我覺得這超沒有道理 你也沒有錢包私人飛機啊 你知道你出門就會有可能被小孩吵 然後你也沒有錢讓自己過得爽 那你幹嘛出門 大家都可以在法律的範圍內做自己想做的事 那如果大家有什麼 帶小孩搭飛機的經驗分享 麻煩留言讓我們知道 讓常見人可以覺得過得開心一點這樣 真的我現在是十分焦慮 我覺得我們兩個應該是會搭商場 呵呵呵呵 那也要你刷在信用卡有點數才可以 另外我覺得台灣跟美國的社會風氣 我個人的確覺得 歐美對小孩的社會風氣是比較友善 比方說你有時候會看到台灣的餐廳說 我們就是不歡迎小孩 或者是他們的店員會上網公審說 哪個小孩來店裡面吃飯 然後把東西弄得一團糟 可是美國很多餐廳是會主動提供那種畫畫的蠟筆跟紙 讓父母可以開心的來吃飯 然後小孩子也可以玩得很開心 我覺得追根究底的原因是因為毛利率 因為很多台灣的餐廳 他就是賺你那一點點錢嘛 你還破壞他的東西他怎麼吃得了 但是美國的餐廳 他又要收你小費 又mark out很多錢 所以他的利潤本身很高 所以對他來講 多提供一張紙一支筆 完全不是個什麼問題 多騙兩個大人進來 好像也蠻划算的 所以某種程度上 我其實很支持台灣 大家不如就多設一點親子餐廳啊 你就吸引很多這種 願意花錢消災的父母們這樣 好那我們今天到這邊啦 我是阿琪 我是七怡如AKA常見人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